請問 請問 小心 小心 萬人 古拉斯 萬人 行政院長蘇貞昌先佔定位 點名副手陳其邁和發言人古拉斯 一次排開 拜會新國會龍頭 游錫坤和民進黨團幹部 不過獨缺一個人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在這邊跟蘇院長見面 我們事實上是多年的兄弟 相信超過38年 行政院將在後天 通過特別條例 並最快速送請立法院審議 還特別邀請游院長幫忙 蘇貞昌目標明確 鎖定新冠肺炎紓困條例草案 為期一年預算上限600億元 2月20號行政院會通過後送立法院審議 21號立法院開議及列入報告事項 禁付二讀 最快25號三讀通過 朝野有共識以最快速度完成立法 在這裡面受衝擊 無論是人或者是產業 我們都有相關的對應措施 未來送出來的會很詳細 行政院提出紓困方案 包含融資就業稅務三大項 特別針對中小企業 如果不裁員不減薪的話 可獲時程擔保貸款 每家廠商貸款額度上限500萬元 政府補貼利息六個月 就業方面 減班休息仍幾付基本工資 補助勞工進修訓練費 企業最高補助190萬 自稱有政府會做事的蘇貞昌 在這波肺炎疫情衝擊下 國內產業哀嚎 蘇內閣不只要紓困 還得想辦法振興經濟 記者黃明君邵昱敏 SNG小組台北報導